社群网站推特正积极与电视节目整合 日前推出了电视趋势讯息流 以推特cards的形式在用户时间轴顶部 显示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并配以相关的推文数据和信息 用户点击这些电视节目后 推特不但会出现关于节目更详细的讯息连结 还会显示可能是这些节目的粉丝账户 例如美国abc电视台晚间脱口秀节目 Jimmy Kimmel Live 就会给Jimmy Kimmel本人的官方推特账号 根据业内的人士指出 这对推特的铁杆粉丝很有吸引力 很多人都把它当作电视的第二屏幕 及时讨论分享热门的影视剧集 这并不是推特首次在用户时间轴顶部 显示新的功能窗口 这次推特为用户提供了关闭选项 但若重新刷新后即会回复 这项功能除了作为流量来源 还可能成为其潜在的广告营收来源 整体来说 推特这次改版的背后用意很大的程度上 是为了解决过去一年来用户量下滑的问题 借着加强与电视领域的整合计划 来吸引更多的用户来加入并巩固就有的粉丝